和平使命2014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武装力量联合反恐军事演习 今天在诸日和训练基地举行开始仪式 连演实施阶段至29号结束 期间将进行协调战役企图 定下战役决心 拟制作战计划 战役实施演练等课目 上和组织五个成员国的参演兵力 共计7000多人 主要包括陆军 空军和各战 空巷 电子对抗 以及战略侦察 测费导航 气象水纹 电子频图管控等各类部分队 动用各型装备440多台套 包括预警机 战斗机 运输机 直升机 无人机 以及各类坦克 护战车 装甲车 和火炮 防空导弹等新型武器装备 和平使命2014 上海合作组组成员国武装力量联合反恐军事演习 今天在朱日和训练基地举行开始仪式 连演实施阶段至29日结束 期间将进行协调战役企图 定下战役决心 拟制作战计划 战役实施演练等课目 上海组织五个成员国的参演兵力 共计7000多人 主要包括陆军 空军和特战 空降 电子对抗 以及战略侦察 测绘导航 气象水文 电子频谱管控等各类部队 动用各型装备440多台套 包括预警机 战斗机 运输机 直升机 无人机 以及各类坦克 部战车 装甲车和火炮 防空导弹等新型武器装备